哈喽大家好,我是欣欣 好久不见了 马上就是中秋节了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冰皮月饼 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小麦橙粉,糯米粉,粘米粉 还有奶油奶酪 二六要饼干碎 奶油奶酪可以选择这种已经调好口味的 我这款是草莓和树莓混合口味的 不含防腐剂和色素 另外的这一款我选择的是青芝士奶酪 脂肪含量比较低 然后为了面团有颜色 煮了几颗叠豆花 水开之后泡一会儿颜色就会非常深 让它自然冷却放在一边备用 再来混合我们的原材料 把糯米粉,粘米粉,橙粉 全部放到我们的玻璃碗中 糖我用的是糖粉 如果你没有的话也可以用白砂糖代替 糖粉的甜度比白砂糖要低一些 按照口味自行调整容量就可以了 不过我的这个含糖量不是很高 最后加入牛奶混合均匀 搅拌到无颗粒的状态 这个面团其实就是三种不同种类的淀粉混合在一起 搅拌之后最好锅一遍筛 这样才能保证里面没有面块 这样蒸出来的面团里面不会有面疙瘩 最后一步就是盖上保鲜膜 用牙签扎几个孔 放入蒸锅水开之后蒸半个小时 现在我们来混合蓝色的面团 按照同样比例五分之一的容量 把牛奶换成蝶豆花水 同样搅拌均匀 过筛 然后盖上保鲜膜 牙签扎孔 放入蒸锅 因为这个面浆比较少 蒸20分钟就差不多了 再来看看我家的模具大集合 有圆的 方的 和扇形的 扇形的模具稍微大一些 其他的全部都是50克的模具 面团蒸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准备月饼馅了 这款轻汁是奶油含量低于41% 比我们平时用的鲜奶油稍微高一点点 打开包装放入玻璃盆中 用搅拌器把它打碎 不要过度的搅拌 稍微打碎一点就可以了 方便我们往里面掺奥利奥饼干碎 非常偶然的机会 发现了卖奥利奥饼干碎的地方 如果你买不到饼干碎的话 也可以用整块的奥利奥饼干代替 这个饼干碎和国内还是有区别的 因为它是包含了里面白色的糖霜 但是国内买的巧克力碎是没有糖霜的 完全是饼干的碎渣 奥利奥饼干的容量 我没有具体的数字 这个完全是看个人的口味 喜欢可以多加一些 大致的比例是1比1 分两次加进去 千万不要一次放多了 因为奶油奶酪的口味稍有一点酸 最后我又放了一勺糖 我们家不太喜欢吃特别甜的东西 所以糖量我放的比较少 这个也要按个人的口味增减 奥利奥饼奶酪馅的精华是最后一定要加一点点盐 我们家没有海盐了 所以我就用喜马拉雅盐代替 放了盐之后口感一下就提升了很多 味道比较有层次感 搅拌好的奶酪馅我们用刮刀把它整理干净之后 盖上保鲜膜放到冷冻时 因为奶油奶酪太容易化了 一定要放在冷冻时 冻上至少一个小时 等它硬了之后拿出来 我们就可以分成小的圆球了 准备阶段的最后一步就是炒一点糯米粉 糯米粉不需要特别多 20克左右就OK了 主要是用它来做干粉 中火大概炒5分钟 颜色微黄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先来弄小的面团 本来我是想在碗里和面的 所以就把油放在了碗中 后来发现碗里还是不好操作 最后就把它又放到了面板上 而且一定要记得戴手套哦 不戴手套的话 会粘得让你怀疑世界的 因为面团真的很粘 一边揉一边观察面团的情况 像这种一扯就断的情况下 还要继续加油继续揉搓 直到面团变成这个样子 可以拉撑得很长 而且很有韧性 基本就完成了 用保鲜膜把它包起来 放在一边备融 然后我们就来弄最大的白色面团 油的容量我给的数只是一个参考值 因为每个面团的吸油性都是不一样的 还有就是面粉的吸水性也不一样 因为里面的液体有牛奶 所以这个其实浮动性很强 你可以把油线使用量撑出来 放在小碗里 不要一次性倒入 然后一点一点的加在面团里 边加边揉 揉至吸收之后再加入下一次 大宽的面团比较难揉 我一共加了好多次的油 这一步要稍微有一点耐心 等到油全部都吃进去之后再加下一次 这样面团就会越来越顺滑 而且韧性也会越来越强 这种情况说明面团的延展性还不够 还要继续加油 继续揉直到出现这种面条延展性 就基本上差不多了 但是我是觉得断面还是有一点粗糙 所以我又继续揉了一会儿 直到出现这种状态 我们的面团就揉好了 揉好之后整一下形 把它团成一个圆球 表面弄光滑 现在我们把它分成大小不一的剂子 先从中间一分为二 包上保鲜膜备用 白色的面团如果做多了 也可以用来做糯米糍或者汤圆 如果你家人口少的话 面团的量要减半 拿出四分之一白色的面团 现在我们来调颜色 我家红色的水果只有这个仙人掌果了 如果你家有红芯的火龙果 或者是红菜头都是不错的选择 把仙人掌果的果肉踢出来 这种水果里面的籽比较多 但是味道很好 我很喜欢吃 挖出来的果肉过筛 我们只要过滤出一点红色的水果汁就可以了 用我们流出的白色面团 泡在这个红色的水果汁里面 让它充分的吸收 一般这种水果汁的附着力都是比较强的 当然如果你有现成的紫薯粉呀 草莓粉呀 你也可以加在里面 这样就会省事的很多 我们家没有 所以我只能用果汁 把它们混合均匀 揉搓至完全吸收 特别粘手的情况下 可以再加一点点油 揉搓均匀之后 我们就得到了一块纯天然的粉色面团 这个延展性是非常好的 用保鲜膜包起来 放在一边备用 这个时候奶油奶酪放在冰箱里 已经差不多了 打开看一下 是这种冻的很硬 像冰淇淋一样 然后直接用冰淇淋勺 把它挖成25克一份 这里我犯了一个错误 用手把它搓圆之后 放在烤盘纸上了 因为一开始刚从冰箱拿出来的时候 温度还很低 它还没有化 这么操作是没有问题 但是后来随着奶油奶酪的回温 就粘得到处都是了 我这里给大家留了一个错误的示范 这样才能避免你们翻车 用保鲜膜把分好的小剂子包裹起来 团成圆球 然后放到冰箱冷冻时 继续冷冻 现在来做一个正确的示范 我用奥利奥馅来给大家演示 刚从冰箱冷冻时拿出来的奶酪馅 放在秤上秤重 还是25克一个 然后马上用保鲜膜把它包起来 利用保鲜膜的张力 把它拧成一个小圆球 这样操作即便奶油奶酪融化 也不会弄得哪里都是 而且一定要秤一个包一个 全部弄好之后 把它放在冰箱冷冻时 继续冷冻成型 终于到包的环节了 取四分之一白色的面团 和一半红色的面团 一半蓝色的面团 把它们搓成相同长度 然后放在一起 蓝色面团也是取一半就可以 每次弄少一点可以防止面团变干 把颜色混好之后继续搓成圆条 搓好之后再把它们拧成麻花 这样颜色就混得差不多了 如果你想花围多一些的话 就把它对折之后再拧一下 这样就完美了 冰皮月饼的皮儿 要稍微比普通的月饼厚一些 所以它和馅的比例是1比1 如果你的模具是50克的话 就馅25克 皮儿25克 如果你的模具是70克的话 就每样35克 分好之后的剂子一定要盖上保鲜膜 包之前把奶酪馅从冰柜里拿出来一两个 把面剂子拍扁 然后把馅放在上面 用虎口把皮儿一点一点收上来 这样一个月饼就包好了 表面搓圆之后 放在我们炒好的糯米粉里面 裹一遍 拍去表面的浮粉 包好的月饼要稍微揉的细长一点 这样可以更好的塞入模具 否则这一步的时候 月饼皮儿很容易被模具碰破 模具倒扣在桌子上 用手按压一下 然后把月饼推出来 因为花纹比较多 因为花纹比较多 而且比较深 所以脱模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粘连 换个角度再看一下 包好的月饼抖掉表面的干粉 放入模具中 然后模具往下压 抬起来之后就可以把月饼推出来了 这样一块完整的冰皮月饼就做好了 后面我还做了扇形的 包法其实都是一样的 用虎口把饼皮往上推 这一步和传统的月饼包法是完全一样的 而且其实冰皮月饼要比传统的月饼好包很多 包好之后放入模具扣出来就可以了 我的这个扇形模具比普通的模具要大 所以月饼做出来要比其他的都矮一些 但是不影响美观 形状是OK的 因为我是一起做的皮和馅 所以没有额外再分大鸡子 侧面看就明显可以看出高低差别 不过反正也是自己吃 不影响口感 草莓树莓混合口味的 我做的花朵形状 吃的时候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分开了 冰皮月饼做好之后要放在冰箱冷冻时 千万不能放冷藏 吃的时候拿出来解冻就可以了 如果变硬的话 可以用微波炉稍微打10秒20秒 我是爱养花 爱种菜 爱做美食的Cincy呀 我们下次见喽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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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